我們持續為你來掌握在花蓮市區天王新大樓 今天晚上最新的進度 可以看到其實現在大樓 目前底下的消波塊已經有越跌越高 大約是到一層樓了 而現場施工單位持續在用這個土方來灌家 就是要避免說這個大樓會有青島的風險 而目前其實這個縣政府的團隊 都有持續跟這個結構工會 都在現場來了解這個青島的狀況 不過因為由於說這個大樓目前暫時不會拆除 因為還要等檢調單位大約48小時到72小時 也就是說有可能最快也是要到明天的晚間 或是後天的早上或是當天 可能才會有拆除的狀況 所以其實現在可以看到在大樓周圍 有這個鐵皮圍梨先把附近的道路先圍起來 因為其實在這邊花蓮市區中山路 還是持續的來封路禁止民眾通襲 而現場圍起來的部分則是讓施工團隊 可以來方便作業 就是希望說避免說這個大樓傾倒的情形發生 也因此其實周圍的兩側的住家也都已經先清空 預計明天早上9點行政院長陳建仁 將會到現場來勘查 再去災害應變中心 預計今天早上 預計明天早上的時間都是不會來動這棟大樓 但是還需要等檢調單位到場來釐清現場的狀況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華蓮汐 谢谢观看